誇張 孟小婷 你別跑去哪裡 我就是給朋友去睡睡而已 是因为弟弟很乖 然后我很坏 我都会做出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情 他才会对我那么严格 然后他说女孩子家要女孩子家的样子 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要 对 各位好 欢迎收看大爱会客室 长中人生 每一个小孩的成长过程当中 会不会真的就很顺父母的意思在活着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来宾 来和我们聊一聊那一段的过程 首先来欢迎到淑慧师姐 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婉婷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小婷 大家好 提到了这个教育的事情 我刚刚淑慧师姐 其实是一个执行长的人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我是妈妈 我说过我的孩子就要听话 我们想要来请教一下淑慧师姐 什么样子的状态之下 你才会对孩子提罢 说不听 说不听 还没听话我就会召 嗯 还要招呼 招呼的不快 招呼的就要去办公室招 真的喔 因为公公婆婆对不对 对 但是你在说的所谓的说不听 表示说可能有一些 孩子要教 要贵的 一些人生的道理 对不对 还是说你不应该做不好的事情 那是什么样的东西是你最重要的 做对的事情都要来做 不应该做的你不应该做 我的想法是说我就不应该 我就没劲了 你还比我更劲 更劲我就给你修理 以前我们像你因为一句不好听的话 我们就要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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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家教是说 你会因为就是不好的因 我觉得这些事情 就是就像淑慧师姐说的 我觉得你就是这样按部就班地做好 很棒 但是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不如 不如妈妈的意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 为什么你不行 为什么你做不到 为什么你就是不听话 就是即便是很小的东西 其实都很像在那么高压的情况之下 就太容易 不小心就会出手了 懂 但是我觉得那是妈妈的立场 通常都是会去觉得说 怕孩子走偏了 尤其那时候的金斧师兄 可能是非常忙碌的时候 其实几乎都是自己在带小孩 对不对 就怕别人会说 你这个妈妈没给孩子 搞好 对 这个压力可大真的 但是如果以小孩的角度来讲的话 可能又不一样了 让小婷来回顾一下 真的在更小的时候 是不是一直觉得 好像妈妈一直叫我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对 没错 爱不可以导致自己的意见 对不对 是啊 就觉得没有什么自由 对 所以这样子你才离家出走吗 也不是啊 就是想要看看 就是想要出去外面闯闯看 看看这个世界 他们是希望我照着他们的路走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达到他们的期望 对 那有试着想要让父母亲知道吗 还是无效 无效 很实在 无效 很实在 其实我觉得在这边都听到很多真实语 但是啊 当离开的时候啊 你会怕吗 也是会突然间去想他们 可是 毕竟是你自己要出去的 可是你也不可能会拉下那个面子 然后打电话给他们 只会用空空电话偷偷打 就这样 会偷偷打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样 然后就挂掉了 就是比较对不起他们的地方 这段时间大概维持了多久 你自己在外面 在外面大概 快一年的时间 快一年的时间 一直到什么样 我觉得人到外面自己去闯荡之后 可能你接触过的人 或者是经历过的事情 会让自己有不同的一个体会 那个时候那一段时间在外面 你自己成长了哪些 你还记得吗 就是 之后会觉得说 还是不要让他们那么担心好了 因为毕竟他们 还是会一直担心你 在外面的安慰 对啊 就是一天过一天的时候 你会慢慢地感觉说 爸爸妈妈可能此刻在家里面在担心 对不对 对啊 就是会越来越深 我就会想说 反正够了也该回家了 够了这样 你有没有觉得你打那通电话的时候 其实妈妈或爸爸接到 知道那通电话是你打的 我不知道 可是总是有听到他们会讲 喂 你已像 然后我就赶快把他挂掉 然后想他们还OK 没有什么事情 了解 刚刚在听小婷在讲这段过程的时候 其实我又 我有想到那时候我们在拍摄 其实当我接到那个无声的电话 其实那时候妈妈在家里面 跟小婷讲 妈妈在家里面 因为非常希望接起来就是小婷 所以即便那些都没有讲话 我都已经开始有一点觉得说 刚刚电话是不是有响 小婷是不是打电话回来了 就会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幻想 然后是多么期待这个女儿赶快回来 所以淑慧师姐当时 这样要找小婷 是在家里面等 还是会想方法去探听 站起车出去找 真的 怎么去找 你不知道人家在哪里 没没想到 要司机找 司机找是说 这要算可能是家来在算 我就去找 找不回来就又打了 自己又想说 我不知道对不对 对不对 自己又想想 像我现在也是 还会说 我今天不知道对不对 我倒在那边 我就会这样想 我让他们回顾 我今天早上起来做什么事 然后我就想说 我做到几件事 做到对的很欢迎 做到对不对 做保卖店了 了解 淑慧师姐是会日行无声 自我检讨一边 对 会自我检讨日行无声的人 所以当时 我跟他说他都不回来 不然跟你的电脑 你就开始会去回商说 是不是你跟他的方式 有一个 对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接触到 接触到大家实在 看电视如何 现在来就 你就要用 人来问你用什么方法 就跟他说 你就不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 我也不敢说 这个我就有经过过 我也不敢这样说 因为我们想说 这个是我们的草 我们不要再拿出来说 要拿好已经保存 了解 所以当时 欢迎自己说 小婷的去离家出走 是因为自己什么方面 做不到 是到一个店 你有感觉自己做不到 我们关了太阳 关了太阳 但是孩子 有时候说关了阳还是没阳 这是看宽 看时机 我们现在又回来问小婷 妈妈很严重 严重到你离家出走 可是后来你又觉得 因为担心他们 想念他们而回家 对不对 真正的能够再去回想到说 妈妈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严格 现在体会到了吗 体会到了 自从当了妈妈之后 体会非常深 对 就是试着要去跟自己的小儿子去沟通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那所以后来啊 你刚刚也听到 其实妈妈在你离开家的这段期间 她会自己去反省自己 可能那边做得不好 当你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妈妈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他不会再对我很严厉 他那时候都会知道说 我会去做什么 对啊 就慢慢的会告诉你 你也会慢慢的告诉他 你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 是 那爸爸的态度呢 爸爸 你离家不在的时候 爸爸的态度又如何 因为有的父亲会比较严格 或者是说会很生气 说一个女孩子家 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 或者是都没有报告行踪而离开 爸爸对于你这件事情 他的态度又是如何 因为爸爸那时候都是 交给妈妈去处理的 嗯 然后 就是爸爸其实会心疼 可是他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 他是一直 是我自己的感觉是 他可能会一直在想说 他会不会自己就觉悟这样 嗯 对啊 因为爸爸就是跟你讲说 就回家啦 你就回来 对啊 不要在外面 你就回来就这样 所以在父母的教育的方式上面 是慈父岩慕对不对 对 哈哈哈 你们家是慈父岩慕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女儿跟你很像啊 真的 哈哈哈 因为你会检讨自己 你会去思考嘛 后来想一想 其实女儿会做的事情跟你还蛮像的 嗯 有主见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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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能够有把握自己不会变坏 所以你就不要再啰嗦我了 哈哈哈 现在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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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去吃饮到 是喔 当头吃到 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 尤其亲子之间 都 多多少少 不管是孩子跟父亲 或是孩子跟母亲 都要在我要长大的那一个过程当中 会有 也幸好就是都平安 然后呢 让我很钦佩的是 妈妈会反省自己 女儿也会在一个很 心疼父母亲的一个状态之下 柔软的自己做了改变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都是 为人子女者要去学习的地方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父母永远是张开双臂 欢迎孩子回来的 还流量在外吗 赶快回家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 我们的大爱剧场 感恩三位的分享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